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截图老哥的频道 大家知道最近B圈行情不是很好啊 然后事故很多对吧 然后很多人呢也转去用这个冷钱包 但是冷钱包它其实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特别是旧款它新款的像这一款 像这一款Ledger它是直接可以看得见的 其实还是挺好用的 如果你想买可以去买买 但是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些 已经在市面上的冷钱包 然后我们今天来讲一个 就是说你怎么去创建一个你自己的冷钱包 只要有一个多余的USB盘 你就可以创造一个你自己的冷钱包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首先呢你就是需要一个USB盘 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盘都可以 然后呢你第二个需要的呢 就是一个软件它拥有不需要网络 就可以创建钱包的一种软件 然后这边有两种选择 但我链接都会换在底下 一个是这个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但是这个的话会比较好用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试用这个把它下载下来 当然我们现在是要用这个Windows系统的 或者你如果有苹果就用苹果嘛 Linux你就用Linux 然后下载下来 好 现在我们下载下来了 你们要确定是在官网下载 然后我们就去把网络给关掉 因为这个的话 毕竟的话是我们操作是不需要网络的 所以说先把网络给关了 好 现在网络关掉以后呢 然后我们就下一步 好 然后就是说把这个软件安装到 你就说你那个自己设定的U盘 然后我们走一下 对啊 一定要选择你自己的U盘 你要用的那个U盘 然后我们就选择 我要查一下哪个容量 好 我就选择我这个M盘 里面就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了 对啊 然后我们安装一下 好 转完以后我们就点击让它运行 好 大家可以看见啊 我们是在无网络的情况下 这些所有的网络都没有连接 对吧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都没连接 然后这边呢 就是说你可以连接你自己的钱包 好 也可以说创建一个我们这边展示单的是创建一个钱包 在无网络的情况下创建一个钱包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的记住词 对啊 这个你自己可以去记下来 或者说你这边可以重新设定一下嘛 随便你怎么设定 然后呢 你说你记下来以后我们点下一步 点下一步看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这边的话就是要输入你的记住词嘛 等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面会有多一个字 哎 好 这样没有 我得重新再输进去一下 好 就跟常规一样 你把记住词全部输完以后 我们就点确认 对吧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输入你的密码了 这个跟小狐狐狸啊 那些钱包都是一样的嘛 密码输入一个 好 这边要十个数字 十个数字也行嘛 好 这边的话 这边就是你自己可以选什么币啊 对吧 然后选个比特币 对 然后以太坊狗狗币 有没有BNB BNB也选一个 选一个BNB 然后点下一步 然后点确认 然后这边大家就可以看见都有了 然后这个情报的话也是自己 所以这边自己可以调的 然后不仅说你可以加主币 你也可以加那些代币 对吧 代币的话这边也可以选择 你看一下要用哪一个主网 对吧 然后基本上这个冷钱包呢 基本上这样就建造完成了 然后还缺失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只要属于USB 对吧 就可以直接进去 这个的话你USB呢 其实还是可以设定密码的 没有密码你是打不开这个文件的 对吧 这个还是另外一步 然后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这个因为是冷钱包 我们不连接网络的 对吧 这个设定弄完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就是说你每次取出来的时候也记住 这个一定要说安全的退出啊 比如说你右键点一下 对吧 安全退出 这边安全退出最好要点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像我们平常巴拉巴去 是不是很快 有的时候文件如果损失的话 有可能你里面的钱啊 那东西就会乱掉 有可能就丢失了 所以说每次退出的时候 最好点一下安全退出 这边点一下就安全退出了 然后我们现在来展示一下怎么样 设定你的密码 就是说你的USB设定一个密码 要设定密码的话 还是要把网络给开一下 因为要下载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开源的软件来 安装一个密码 好下载完以后我们就安装一下 但是你如果有别的方法去安装密码到USB里面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方法 然后我也是选择安装在那个M盘 就是有那个钱包的盘 就是说你可以先操作 安装这个 然后再去安装钱包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今天只是做示范 然后顺序就算了 然后这个软件是需要重启的 然后我们就重启一下吧 欢迎回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软件开起来 然后现在就是选择你的盘嘛 我们的盘是哪一个盘来的 M盘 现在M盘在哪里呢 现在就是选择这个重启弄一个嘛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就是USB盘的 然后点击下一步 好 这个选项还是有点意思的 第一个是普通选项 第二个呢 就是被逼的选项 就是说有可能说 你这USB盘里面存了很多钱 然后这个选项呢 就是可以说 更保护你 你如果被逼的 然后就是保护你的密码 不被泄露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用 但是就是说 如果说你哪天被人逼的 要交出密码的话 这个的话 就是更好保护你这个密码 反正就是这样的 你随便选 我是先选这个 毕竟的话是展示 我也不知道这个 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吧 然后我们选一个盘 是M盘 然后这边有很多种 那种保密的算法 然后这边的话 你们如果内含的话 你们自己可以去选 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按照他设定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设定一个密码 你自己随便设定一个吧 然后这个密码的话 你自己可以选择 我的选择是几个 反正展示的嘛 就是说你自己的话 你可以随便弄 然后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不用管他了 我们点下一步 然后这边的话 它是问你 你的文件有多大 我们文件不大嘛 就不管他了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盘 它是FAT的 所以说就FAT 如果是NTFS的 那你就选择NTFS 然后现在就这样吧 不管他了 我们目前的话 只是测试啊 你如果有 你的文件如果是NTFS 你就选择NTFS 或者他会自动选嘛 你就不管他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 然后这 这也是因为 为什么很多那种盘啊 它那个容量都非常小 就几兆 对吧 因为你看一下 我用的那个USB 100多GB吧 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说它那些人 基本上就没有 谈那种是多长的嘛 对吧 所以说容量都非常的小 速度快嘛 然后我们这个 还要等一段时间 等一下我们再回来 好 现在弄完了 然后我们就要 看一下怎么进去了 好 在这边的话 你就要选择这一个 就是说你可以点这边 然后选择那个硬盘 我们之前弄的 然后点这个帽 然后密码输入一下 好 现在这个出现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打开 好 大家可以看见 之前的M盘 你这边是已经进不去了 对吧 然后但是呢 这个U盘 大家看见了不 我这边改名成U了 这边你是可以进去了 如果你有把那个刚刚刚我们弄的钱包装在这里面 就是可以这样子进去 好 现在大家可以看见我们钱包是在这里面 如果打开来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那一个吧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退出去 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把U盘退出 好 现在我电脑重启了 大家可以看见现在这个L是空的 对吧 那你如果想见一个东西呢 也是可以的 但是是空的 你看不见东西的 然后这个M呢 是我们之前的 对吧 之前那个盘 然后现在你是进不去了 大家知道了 然后你如果想进去呢 要怎么样呢 还是要把那一个给开起来 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开起来 然后我们还要选择这个盘 像之前我们是M 还要选择M 然后就是制度嘛 制度选一个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选Z 也是可以了 选一个Y 然后这个密码要 之前那个密码 你自己设了什么密码 就可以什么密码 要不然是进不去了 好 大家可以看见现在Y出来了 现在你的钱包就出现了 然后这个操作呢 也是可以断网操作的 所以说你这个就等于一个冷钱包 你可以断网操作 所以呢 像这些软件你安装之前 你就要先下载下来 你如果想做冷钱包 完全断网的情况下 你就所有的东西都会下载下来 然后就是按照这样的操作嘛 好吧 我们这期的视频也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